下部排寒 秋冬有痰 两个药帮你通阳散寒 排空身体深处的痰湿 夏天排寒趋湿很简单 也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对身上寒湿不中的人 我们趁着三幅晒背或者多运动 就可以明显的缓解怕冷手脚冰凉的情况 但是如果寒湿比较深 或者堆积在脏腑某处时 我们就需要参考中程药通阳散寒 否则痰湿加重 到了秋冬就会出现毛病 因此今天给大家介绍两个中程药 排空深处的寒湿 首先贵府里中玩 这种适合阳虚 寒湿藏在脏腑深处的人 这种人往往到了夏天也容易出现怕冷胃寒的症状 尤其是坐在空调房里 温度一低就手脚冰凉 恨不得裹上毛毯 平时也容易出现一些出虚汗 或者是胸闷呼吸气短 脾胃不好 稍微吃点就饱 或者是食欲不好 容易胀肚子吃凉的 容易肚子窜息等 并且伴随着一些腰冷 小腐凉 腰酸冷疼等等情况 大便往往 唐膝不成形 舌相伸出来 胖大有傲陷 胎华湿 其次肆逆散 这种就适合那种本身阳气不虚 不怎么怕冷 胃寒 但偏偏性格急躁 爱生气 手脚还发凉的人 因为这种人往往是干瘀后气机不通 阳气瘀之后不能正常流动到全身 而引起的症状 所以这种人身上也容易出现弹湿 同时嗓子眼里还经常出现异物感 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稍微一补羊 立马就上火 舌相通常就是两边鼓胀 甚至发红为主 这种我们调理就需要通阳为主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限下就医 不要再拿不准自己情况的时候盲目用药 否则是无效的 甚至会加重病情 我们下期再见